大家好,我今天要再講的故事是《戒子推》隱居 崇爾是晉憲公和嫡女所生之子,至少浩劫交民事 晉憲公二十一年,也就是西元前六百五十一年 曬姬為兒子爭取太子之位 陰謀害死太子深深 又誣告崇爾,崇爾只好亡命天涯 崇爾一行人路過了魏國 斷樑三天面臨絕境 突然臣子借子推,拿來一碗肉湯 給崇爾喝,崇爾一口氣吃光 連說好喝,好吃 可是疑惑地問,哪裡來的肉呢? 旁人見戒子推的褲子上面,片片血滋 撩起一看,才知道肉湯是戒子推割下自己腿的肉煮的 崇爾難過的直掉眼淚 崇爾流亡十九年,終於等到機會 在楚秦等大國的幫助下 於六十二歲那一年重回靖國 即為靖文公 靖文公歸國以後啊 一時之間追名逐利的風氣 代替了原先同甘共苦的傳統歌頌 這 那些有功之人 靖文公開始被一般 尊銀拍馬的人包圍了起來 為人耿直的戒子推 不願意與鷹鷹狗居之背在一起 便託病回家 之旅為生,奉養老母 後來與母親歸隱眠山 也就是現在的山西戒修東南 有人為戒子推打抱不平 便寫了條符 晨夜掛在宮門口 靖文公一見到這個條符 馬上醒悟 親自率人來到綿山 找戒子推 靖文公一行人連在綿山 轉了好幾天 都不見蹤影 大將為五子 憲祭說 子推是個孝子 叫他不出 不如放拔火 他必然背著母親逃了出來 於是晉文公下令 山前山後四下放火 時至初春 大火燒了三天三夜 燒得動物們四處逃窜 就是不見人影 等山火一熄滅 軍事收山 只見戒子推抱著母親 已經被燒死 晨文公見此慘狀 嚎啕打哭 於是下令綿山立憲 取名戒兴 亦為戒子推休息的地方 改綿山為戒山 並於山下建立四堂 碎碎碎碎祭祀 靖國百姓為了紀念戒子推 又見火憂傷之意 約定清明節前一天 即為戒子推 被燒死這一天為寒時節 今天故意講到這裡 謝謝大家